这是跟Bowry合作拍的一个周末画报的一封面 那实际在我们行走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漂亮 那就穿的是户外的户外的服装完了之后 可能是七八天的时间都不能够洗澡啊 住帐篷啊 全身都封纱啊什么的 所以为了这个效果我们是提前先拍的 拍了之后呢 我才开始跟大队一百多个人往前面走 那每次走完了就黑得特别厉害 每年都是 因为行走很简单 不用交 那做一个公益的活动呢 其实公益是公共的利益 那慈善呢 更多是大家是看到一些弱势的群体 我们用善款啊 我们的爱心啊 或者是大家要援助的一些实际的物资的方式 来跟大家或是跟那些某些地区和弱势的团体作为一个互动 但我觉得我们在做行走力量的时候 更像一个概念性的心灵公益项目 因为人的内心好了 内心健康了 内心强大了 我相信对他们未来做工作和未来的事业 包括家庭生活都有很大的改变 类似于你心情很好了 同样今天下雨 有可能你也觉得很开心 或者遇见工作上面一些挫折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我能够胜任和面对 把它当成一次考试 特别是像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 太快的节奏会让大家很少关注自己的内心 有可能太少关注内心的时候 很多情绪很容易变得很大 一点小小的事情有可能就提刀啊 有可能谩骂呀 就对垒啊这些 那所以我反倒觉得 我想做一个关于内心可以更好的一个心灵项目的推广 并且这个方式呢 我就觉得用行走方式来做就行了 但并不是说我来做行走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状态非常好了 不是 是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对我自己有一些改变 我就赶紧把这个方法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更多人可以跟我一起共享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项目是我自己在做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行走力量 那所以我自己在做我自己的推广项目的时候 我自己半途放弃了的话 有可能传出去让更多不知道行走力量的朋友 知道的时候觉得哦 连你发起人都坚持不下去 那可能对于我们整个项目来讲 可能是不是那么优异的一个印象 第二个呢 在自我的修炼方面 我是跟大家分享说 连我自己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 我也有放弃的思维 是更真实的一个交流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 每个人其实都想放弃 嘴巴上不说的 但我觉得通过行走是可以跟身边同行的朋友 分享你真实的想法 那当然有很多朋友确实是因为身体或者是耐不住 或者是太艰苦了放弃 我觉得也不是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条件 包括对于一个项目的持续性和坚韧性不一样 我觉得不用勉强 只要他已经能够参与我们行走力量的项目的时候 已经是我的同行者 其实并不是说他走了一天的人就比走完六天的人差 不是的 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外部形式 行走是一个外部形式 如果他的理念真的被你所知道 放在内心的话 有可能走完一天的人 他更能体会到这个方法放在他生活当中 对他更有疲异也不一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以外部大家所看到的 说你放弃和不放弃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有太多的人 其实心里已经放弃了 只是继续在做而已 我希望我的生活中更多的同行的朋友是 他们心里真的在那里 他们就真的做 不想做的时候 他可以从容地选择放弃还是坚持 我觉得是一个内心的一个进步吧 跟我一起行走过的朋友 就是我的同行的兄弟姊妹 并且未来那些目前还不知道行走的朋友 未来也会成为我的兄弟姊妹 一起走起来 或者未来那些老人家 他们知道他不能走了 只要他心里认可我这个想法 他依然是我的兄弟姊妹 行走这个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框架 就是被我认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或者我觉得你不走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 有可能很多人是觉得 我不用通过行走 我依然能达到我心里的方向 他可能有些人练字 有些人听歌 都能达到这个对内心的一个修行的话 行走量这个方法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只是我成坤在做的一个心灵公益而已 并不是唯一的 因为我小时候也跟大家生朋友是一样的 以为我拥有了更多的财富跟名誉之后 我内心会更安全更快乐 但当我开始拥有这一切的时候 其实他还没有完全填补我内心的快乐跟安全感的时候 我只是多了一个方法给大家讲说 你们在追求你们的梦想的过程里面 可能同时在做一个心理建设的话 有可能当有一天你们有名 有钱的时候 你们会知道成功跟名誉 只是满足了一部分的物质上面 帮助你们实现梦想的这样一个条件 更多的内心的快乐来自于你们 真正的认识到快乐来自于你们的内心 只是这样 我只是很笨 一定要走到这一步 我明白了道理 我转过头去跟年轻人分享而已 我并不是跟大家讲说 你们现在不要去追求你们生活中实际物质方面的梦想了 发动了这个项目本身 其实我更早的时候已经在做自己真正的练习了 我的练习是 我更愿意想做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安静跟自己待在一起 比如说禅定 比如说不说话 整个一个上午可能给自己两个小时不见任何人 或者一个小时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慢慢可以学会跟自己相处 跟自己相处的过程刚开始有点百无聊赖 无所事事 慢慢的你会听到你心里的声音 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方法论 跟大家分享成一个公益项目来说 有点太行而上或太无聊了 你明白吗 那我一定要找一个 还是一个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的项目 所以行走力量才应运而生 所以我在做这个心理练习之前 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只不过我变换了一种方法 叫行走力量 跟大家分享而已 但他们的核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行走过程里面 希望大家不要说话 在行走的过程里面 到一个不可以通电话 或者没有信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让自己跟自己待在一起 信息远近不来 很多复杂的事情 你都在行走当中不能说话 你就跟你自己待在一起又累 你怎么能自己战胜自己呢 其实都像是在城市里面 你一个人一个小时 百无聊赖的那种焦躁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 针对于自我的一个内心的成长 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方法 必要可以坚持每天练习下去的 那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很高兴是 我不敢再做自己的禅定练习 跟自己一个人待在一起的样子 包括你想想我们演员 有些时候特别这个职业所带来的优越性 我们要在几百个人面前演出 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 还跟我爱的人喃喃细语 或者是我要演出 我一个人在那里摔东西痛苦 其实从某种意义 你在模拟自己跟自己 一个人待在一起的那个场景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也比较喜欢享受 每天有一个时间 到半个小时最少 或者一个小时 你自己跟自己待在一起 你慢慢可以更多的观察 自己的想法 了解自己的念头和情绪 更多的让自己在内心里面 不被情绪和念头带走 越来越成为一个 真正靠近你内心的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 对于很多人来讲 不算是一个难的事情 只不过外部的事情 和信息量太多 海量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跟自己 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 你有些时候 人会很容易焦躁 和流失自己的方向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个体 我没有见过一个个体 不是一个了不起的 只不过他们还没有 把这个方法 用在生活里面而已 就其实我的变化很大 我自己的变化很大 但你要说 我在哪方面有变化 我很难说出来 起码在现在 我很感谢 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不管我跟他吵过架的 或者他抨击过我的 或者是我曾经被他赞美过 或者他给予我机会的 每一个在我生命中 以前出现的人 我都挺感谢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 那一秒钟出现 一定不是现在的我的样子 我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起码有点小小的差别 所以我很感谢行走 这种方法 包括我自己的那种 心理建设的方法 口口声声说 我是要对我自己人生 和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人 有些时候也会 遇见不好的事情 下意识骂出脏话来 或者情绪激动 但你就想想 在网上海量的朋友 有可能他们住在 很山远 偏远的山区 他们一天有可能 在那个时刻发生了 很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有可能 你是住在上海 最摩登的办公室里面 你在今天心情特别愉快 他没有钱 你很有钱 但是在一个互联网的 完全平等的一个平台上面 我们都可以表达的时候 我可以骂呀 我也可以赞美呀 你把当城市 通过一个互联网的平台 把全世界各个角落 有电脑的人 他们都可以表达自己 亲情的这样一个人 一个渠道 都放在一个平台上面的时候 你反倒比较轻松了 他们都有情绪 我也有 只不过 有可能我发脾气的时候 我不会放到互联网上 被你们看见而已 那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你们坚定的认为 你们做的公益项目有价值 并且你们真的把你们的热情 投入进去的时候 你们就坚持做下去 那对于行走力量来讲 它更像一个平台 其实我们行走力量 每年都支持几个重要的项目 比如说关爱老兵啊 比如说免费午餐啊 大病医保啊 或者是那个 那个死娃娃 还有就是 很多项目的实际的一个推动 包括那个好友营 支教 如果你们那个项目慢慢做下去 我们可以有一些能力 帮你们推广的话 我也会很高兴为你们推广 其实演员这个资源 大部分我们用在对自己的一个 自己个人品牌的建立上 如果我们能够 可以帮助到一些慈善公益的项目的话 我们也会感觉到 自己特别有存在的价值 因为我们红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 但如果红的这个时间段里面 能够给大家做点简单的推广 并帮助让更多人去做一些 善良的事情的嫁接的话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就像鲜花一样 就是各领风骚三五百日 我只是希望我在还被大家关注的时候 做一点我自己也觉得尊重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那如果对于你们来讲也是一样的 有这个热情 能够持续去做你们喜欢的公益 就把它做下去 就只能坚持 因为对于我来自己来讲 行走量也是完全不像我自己在做演员这么顺当 反正也是一点一点一点做 但是我热爱它就把它做下去 因为你自己没有流失掉 在过程当中 这个项目越做越大的快乐的内心 可能整个项目一年做下来 进步也没有多少 远远不及你做演员收获那么多 但是你真的在做一些你热爱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坚持做下去 一点一滴的收获 你都会觉得非常让你振奋 做事情就是应该这样的 就坚持吧 我们就共勉吧